各位好,又是卡洛斯 設計Marks Ring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卡洛斯由一個人單打獨鬥開始 以至組織了二印Marks Ring 救全城這個小團隊 現在每天幾十個幾十個寄出去 已經有幾百人用着 在排隊的都有幾百人 但我们的小团队抱着关外围本 一点都没害怕过 而且在卡洛斯集气之后 我们多了很多新的帮手 加下二印Mask Ringo全城里面 加上卡洛斯有五个人是负责打印的 另外有四位朋友就是义务 负责发送配件出去 还有人捐钱给我们买材料 更加有善良人用捐出几部Flitterpinter 去支持我们的爱心行动 我计算一下短期之内 另外我们会有十多部机 一起打印这些配件 要清掉排队那条笼 已经再不是梦想了 所以我们可以再次开放出来 让各位申请免费撒取一套 我强调我们只是送给朋友 所以请你们快点订阅 订阅了即是当我们的朋友 就趕快去Inform Bar填谷高费 再不快点就排队一千多了 好了 卖完讲过了 又讲回今天我们会讲些什么 首先又是问大家的基本问题 你家里剩下多少个口罩 你告诉我不怕 我用了卡洛斯的Mask Rink 一个当九个洗 不是 听说现在九成人 都是订落系七系 两边一起开工 这样加快一个口罩 最多就是当四个半用 好了 各位老师同学 四月之后如果真的服货 又怎样呢 当你一天换一次或者两次口罩片 那一个口罩又是只用一天 各位看到个问题没有 所以我一早都想到 已经在上一次7502的节目里面 公开的征求 问大家找不找到 口罩里面的中层材料 我第一次这样做 怎料真的有很多人回答我 卡洛斯找完这些材料回来 又真的试过 我觉得今天是时候 逐样逐样事给大家看 请你一定要把节目看到最后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欢 风琴奇合卡洛斯的频道 请按右下角的订阅 如果想第一时间接到 新影片的通知 请按叮当 也都欢迎大家按赞 和留言问卡洛斯问题 由研发出Mask Rink 卡洛斯不断地在剪口罩 已经剪到熟了手了 刚刚学用Mask Rink 的朋友 可能未知怎样去剪 卡洛斯示范给大家看 剪过的朋友 也来温习一下 谢谢大家 说不要 smoke 你让这些是水 你会不会 miner 你会不会 我就会不会 小蒜頭剪血 用畢竟沒過 輕鬆的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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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大約 食譜 每次剪完就用一個乾淨的袋進去 每次都拿兩塊出來用 開頭剪下剪下也挺好玩的 但後來總有人覺得不妥 他說你這樣剪爛了口罩 口罩本身用不得 我想想想想 況且我現在已經加了飛沫盾牌 為什麼應該是防水布呢 其實用途就不是那麼大 因為飛沫盾牌擋住了 根本就沒有飛沫直接攻擊到口罩 以防到口罩又那麼厚 裡面的空間那麼大 根本口罩就不會貼掉 所以我覺得裡面吸水的層 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最後我的結論 要真正環保不浪費 只需要找到 口罩中層這個防滾布就可以了 就是因為這樣 於是我在上次的節目裡面 公開向網友徵求 我們可以看看網友的回應 綜合了不外乎幾個建議 第一就是使用廚房紙 因為廣大出的報告 用廚房紙的兩層 加上一塊紙巾 就可以DY到有70-80%效能的外科口罩了 而第二個很多人建議的材料 就是冷氣機的隔層網 主要都是3M這個品牌 說是可以隔層網上的 可以隔層網上的 最後就是一種叫做熔噴布的材料 因為它本來就是 口罩中層的材料 還有網友提供了 在橙色網站的連結 最後最近有位劉先生 就直接WhatsApp連結我 就告訴我 他直接在深水埗買到 還給了很多資料給我看 真的好多謝這位劉先生 我還答應了送一份禮物給他 誰知道禮物不是送出 我還找了他的品牌 因為他現在加入了 二人Mars Ring 救全城這個團隊 是負責發送我們 運出來的配件 可能是網友 已經收到他寄出來的Mars Ring 今天要試的第一樣 就是最容易找到廚房紙 廚房紙在哪裡找到 我對廚房紙沒有什麼研究 只要知道廚房紙就是在廚房找得到 這塊廚房紙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塊厚一點的紙巾 既然廣大說得可以 我就試一下剪裁它下來 放在豬嘴裡用 廣大做的口罩是用兩層廚房紙 但是它做的那種 是普通外科口罩的形狀 所以吸起來也可以由旁邊吸到 而我們豬嘴密封 所以我用一層就算了 我就用6200 放在廚房紙上去試一下 放在廚房紙上去也沒什麼難度 只是這樣放在廚房紙上去 廚房紙 take one 祝我好運了 大家不用擔心 我帶滾豬嘴的應該沒事的 一層都會死人 要明白呢 廚房紙根本不是設計來這樣的用途 它哪裏透氣呢 我會明白廣大的做法 因為它用兩塊這樣的廚房紙 再加上紙巾這樣包著口 加上去先做到口罩這樣 你還會在旁邊 有些地方吸到氣 你只是擋前面來 那些飛沫的 那確實是可以活動的 但如果你企圖用一個這麼貼面的豬嘴 而緊緊開放氣流的兩個洞 你就用廚房紙去封死了它 那你戴上這個豬嘴模擬在那裏自殺 好了 第二樣我要了解的材料 就是冷氣機隔層網 日本常常有這些 這樣的 就是這些 34元 買一塊小的來試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買這麼大 根據大家提出的資料 冷氣機的淨電空氣濾網 有很多種 就以包裝的顏色來分裂 而我買到的只是種種甄甄的紅色 也都看得很清楚 它寫著有效感過濾到 PM2.5微粒 花粉 細菌 煙霧等致敏原 一般過濾是綠色的 高效過濾是紅色的 清新過濾是藍色的 超效能過濾 就是紫色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質感 其實真的是一種隔層網 我覺得它起碼比廚房紙疏氣 我們就剪它少少出來試一下 由於我剪慣口罩 大約已經刮到幾大塊了 為了是一個control experiment 我們一樣是用6200來做這個實驗 古有神龍是常百草 各位再見 根據卡洛蘇專業 6200的呼吸力 就不夠7502那麼好 但是 經過了我做這麼大量的呼吸之後 我都覺得 還可以 所以我相信 這種靜電空氣濾網 是不會令到你特色的 但是說必須分兩頭 如果你把這種冷氣機架塵網 放在黑色的物體信箱看看 你就會發現 它原來真的疏起得很厲害 哇 隔到PM2.5 但是隔不隔到病毒呢 就仍然值得雙隔 而最後我要試驗的材料 就是熔噴布 不是說笑的 我們走來這裡 買料 和我老婆在這裡買料 即是說BFE 99%那隻呢 給你介紹吧 我收藏買了兩款熔噴布 一款是深水埗買回來的 香港是台灣生產的 另外這一大疊 是在橙色的網站買回來的 放心 不是湖北的 在這裡我覺得 有必要和大家解釋一下 布料的學問 一般我們做生用的布料 都是積出來的 我們叫積布 所以看起來 它有中橫睛位 但原來其他的布料 是不是積出來的 那這些布料 我們稱為不積布 或者是模仿布 即是廣義來說 總之不是用針線編積來的布藏物 就是叫不積布 某種程度 紙都算是不積布 而我們用在口罩上面 不積布 就包括 面層那種防水布 它不是積出來的 它是用纖維壓榨而成的 好了 放在中層那種 就叫容噴布 而容噴布 顧名思義 就是用了一些材料 那種材料 就叫做 聚餅希 Polypropylene 用了它 噴出來 一絲絲 再壓榨成 這一種的容噴布 簡單來說 製作過程 有點像棉花糖 而由於容噴布的中層 它的作用 就是用來防止細菌進入 所以 好的容噴布 還做多一種工藝 就是充電 那你發覺 它是有靜電的 所以有些人說 這種容噴布 放出來 太久 它的電荷 就會跑掉了 由於聚餅希 是一種熱素性材料 你想試驗一種 是否容噴布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把它點火 它是不會著火的 它只會融化 然後我們就要來研究一下 在深水埗買回來這種容噴布 因為被老闆說過 所以我洗手 洗得很乾淨 才敢碰它 原來老闆賣給我一條 都很長 可以做幾十個口罩 而用在豬嘴 只是用很少 所以我一直找它的源頭 找到源頭 然後我剪一點出來做實驗 大家可以記住 這一種就是深水埗買回來的貨色 另外這大疊 在橙色網站買回來 由於都經過了九天的時間 我相信都不會有什麼毒化 原來我買的時候 買了一個套餐 買了白色的防水層 34米 加溶噴17米 就總共可以做100個口罩 防水層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用 所以可以收起來 而容噴布 我們又可以剪一點出來做實驗 我們先來目測兩種容噴布 這一種是深水埗買回來的 應該是台灣來的 這一種是在橙色網站買回來的 來源應該是浙江溫州 透光程度應該是深水埗 這款盛出 靜電的程度 也是深水埗這款盛出 最後我都要試驗一下 兩種是否融噴布 所以我會用火機試一試 先看橙色網站的盛出 融噴布是不會燒著的 只會用成這樣 好 深水埗盛出 同樣 這方面大家不相百中 都是屬於融噴布 最後我又要剪裁 放在口罩上用 首先來試試深水埗 這款 大家可以考慮兩層布 因為既然現在這麼便宜 可以買到 放兩層的融噴布 亦都無傷大雅 融噴布本身是中層的材料 所以我這次不太害怕 我覺得感覺是 同樣用著口罩 卻點出來相當多 對於用冷氣 然後隔層的網 比較緊一點 但我覺得這樣才正常 好了 最後當然要放浙江 來這一種的融噴布 好的 還是一樣的感覺 這就是證明 既然做融噴布 應該可以用到同樣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內源夠清潔就可以了 經過了今天的測試 和報告之後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認知哪一樣較適合 做你的口罩材料 我們再來複一次 包括廚房紙 冷氣機隔層網 在深水埗買回來的用品布 和在橙色網站買回來的用品布 廚房紙是極端不透氣的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用 冷氣機隔層網 因為透光率太高 所以雖然累到PM2.5 但是我認為這個病毒 是有困難的 至於剩下這兩種 根本就是口罩所使用的材料 所以兩者都能夠用的 分別就是這一種 就是在深水埗買回來的 透光率沒有那麼高 靜電也能力高一點 因為在香港買 可能大家心理上 都會覺得比較適用一點 而最後這款 因為在淘寶買回來 大家可能會懷疑 它的出產地 包裝是否清潔 但是至於它的透光率 和靜電效能 我都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不論你選擇的哪種材料 從今以後 我相信我們都不需要 再剪這個口罩來用 而且不只 如果你看過卡洛斯太太 做的一條片 而根據她的方法 做一個布口罩出來 每者把容品布插入來用 這樣又可以變成 另一種替換式的口罩 之前有些朋友 或者網友收到卡洛斯 送給她的口罩配件 就用以物換物的方法 送回東西給卡洛斯 曾經有人說 要送幾十個口罩給我的 但是經過今天 有了容品布這種材料之後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 去買口罩的意欲了 大家如果有口罩 都不需要送給我 不如留給一些 更加有需要的人 因為有些老人家 和小朋友 真的可能不太適合用豬嘴 可能一些傳統的口罩 或者像這樣的小同口罩 對她們來說更加實際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加讚和評語